罗的悬赏和基德的悬赏会是多少 罗之前是五亿 然后超过了基德 基德曾经是超新之中最高的 在两年前 那这一次我相信两个人 都是可以超过陆飞之前的十五亿的 因为在前面一期也说到了 我认为这两个人是会成为新的海上皇帝的 所以说他们至少会以 陆飞最早被称为第五皇时候的悬赏 来作为参照的 十五亿可能是一个打底 那罗和基德是扳倒了大妈 陆飞和其他一群人 最终陆飞打倒了凯多 所以说罗跟基德都是扳倒了四皇的 我们说陆飞可能很难突破四十亿 但之后陆飞的悬赏我还得再说一下 还得考虑尽很多的因素 那陆飞在之前我已经非常克制的说到是 二十亿以上可能三十亿左右 所以说基德跟罗是不可能突破三十亿的 那具体到罗跟基德的话 十五亿是一个打底 所以说大概是十五亿到三十亿之间 再把这个范围缩小的话 稳妥一点说吧 就按照大妈四十三亿八千八百万 平分一下 比这个数字再多一点 就一人二十二亿吧 反正大概就是二十多亿的这个数字 从十五亿到二十五亿之间 再找一个具体的数字 可能就是二十二亿左右吧 这个很快就能知道了 咱们现在就是娱乐一下 瞎猜一猜 日需要继续观 direction 加上四十四五亿 再看看 谢谢观看